6月8日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於記者會上公布 為加強本地經貿與旅遊 香港海洋公園將於6月13日重開 而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也將於7月15日如期線下舉行 邱騰華表示 香港海洋公園與迪士尼樂園兩大主題公園將在短期內重開 其中 香港海洋公園預計將於本週六開園 邱騰華透露 在做好基礎防疫措施的前提下 香港主題樂園將不受限聚令限制 歡迎市民和遊客參觀遊玩 在主題公園的限聚令 我們了解在法律上是不受原先的限制 因此它可以重開 現時來說 我們去戲院 總人數都多於8個人 但他們亦有措施減低那個總的座位 亦有很多措施做消毒等等的工作 同樣的情況 會在主題公園一樣會這樣做 本集中文字幕提供 本集中文字幕提供 本集中文字幕提供